未來看醫生要變貴了 健保調整新制將在五月十五號上路 到大醫院領藥檢驗檢查 輕症掛急診都要多花錢 急症漲最多的是 輕症到大醫院急診看病 從現行五百五十元調整到八百元 門診藥費一般藥品及慢性處方 間第一次到基層院所中醫拿藥 最高上限兩百元 若是到醫學中心上限則為三百元 至於檢驗費用原先不收費 調整後醫學中心最高要收四百元 在一個最小的一個程度 希望能夠只有大家能夠增加一點點 最能夠病的檢驗是醫生要求病人去執行 這個不是病人主動去浪費的 或者主動要求的 給病人去執行部分負擔 不但減少不了浪費 反倒會增加我們這個醫生 去大開這個檢驗的一個大門 新制上路後受影響的近兩千萬人 其中三十七點五萬人 一年得多花三千塊 超過六成的人必須多負擔兩百元 醫改會更炮轟萬物起整 健保還湊熱鬧 懸在此時調整 等於是替民眾再雨天收散 這個時機點我們覺得非常的不恰當 可以說是台灣社會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後要帶頭找 我覺得這個對民眾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可能就能忍就忍 小病忍成大病 來用醫療資源的問題 恐怕還是沒從根本解決 這個制度是不是表明了有錢就可以任性 達不到所謂的增級醫療 反而是分級國民 要補健保財務缺口 一天到晚拿百姓開刀 恐怕導致弱勢族群 經濟負擔加重 不敢去大醫院就診 而延誤治療 記者林文靈佩傑台北採訪報導